我覺得我現在真的更不能講什麼了 尤其我之前也從來都沒有講什麼 然後呢 現在尤其是他馬上七月又要再一次的審 都是進入到司法的程序 我覺得包括當事人 因為當事人本來在法律的條件下 他就不能說什麼 那我們就更不要說什麼 我覺得就是願意支持佳謙 相信他的朋友就是繼續支持他 給他打氣 那其他的人我覺得我們就都不要說什麼了 就這樣子 然後很快我覺得事情就會有一個很好的結果 並沒有啊 說跟做兩件事你有看到我害怕嗎 你那時候看到他這個反應有 我覺得 你要告我什麼 我什麼都沒講啊